接下来是霍尔磁性感测器 感测器有分磁黄跟霍尔磁性感测器 磁黄的话它是只要有磁性的东西来靠近它 它就会有反应 也是有数位跟类比型的都有 霍尔磁性它是利用这一颗晶片 利用这一个晶片 所以我们在侦测的时候要面向这一个面 面向这一个面 晶片的这一个面 因此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是用磁铁去靠近这一面 霍尔磁性它这个是单向的 就是你可能要用北极或南极 磁铁有分北极南极 它只对其中一个极性有反应 只对其中一个极性有反应 比如说假设这个是北极 北极靠近的时候它就会输出0或1的资讯 如果你是南极靠近或者其他情况它就没有反应 这个是霍尔开关 这也是两家不同厂牌的霍尔磁性开关 这个三只脚是一般的数位型的 数位型的 所以如果你的极性对 对的极性靠近这一个面的时候 它就会输出不一样的讯号 是数位输入型的 另外这一种它有四只脚 你给它看一下 它一样是VCC跟GND 这两个是负责模组供电的 另外会有一个D0跟一个A0 所以如果你的讯号脚是接在D0的话 它可以当作数位的输入使用 也就是说它一样会告诉你说有没有磁铁 比如说北极的磁铁 磁铁的北极在接近我 它直接会用讯号告诉你 如果你是接在A0这一端 A0这一端它就会用类比的方式告诉你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你的磁铁距离我大概多远 那个数字会不一样 磁铁的远近会造成不一样的数字 这个是双用的模组 双用可以数位输入也可以类比输入的 这是一般的数位输入型的 接下来我们一样用Transformer来做测试 我们一样是接在数位的接角第三只角 所以我们启用第三只角为输入 然后它的资讯一样会在数位接角的值这里跑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用小猫 让它说出来 把这个数字感测的值持续的把它说出来 那0.1秒应该就够了 所以层次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 当你Action之后它会出现一个0或1的数字 那硬体的部分我们一样将感测器GVS照接 然后接在那个D0到D13这一排 这一排的D3 你刚刚一样是用D3 所以你的这个霍尔磁性感测器 我们等一下测的时候就要面对着这一个面 面对着这一个面 好,那这是我们的磁铁 这是女磁铁,磁力比较强一点 那磁铁我们都知道有分南极、北极 所以如果它这 假设这一面是北极 那它的磁力线 就会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出来,然后绕一圈到后面南极这边进去 从这边北极出来,然后绕一圈到南极进去 那所以呢,等一下我们用这一个面 去靠近这一个面 好,用北极这一面去靠近这一个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目前猫咪显示是1 所以当我磁铁慢慢的靠近,大概在两三公分左右 你看它灯亮起来变成0 那我再远离它 好,又变成1,我再靠近 变成0,我再远离它变成1 好,那反过来我用另外一边,用南极去靠近它的时候 完全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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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一个霍尔磁性它是侦测的是北极还是南极 然后是北极靠近它呢,反应是变成0 那远离它呢,变成1 所以我们要观察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个它能不能正常运作 第二个它侦测的是什么东西 侦测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状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值 这个是霍尔磁性 数位型的开关 数位型的开关 好,所以这是一个数位输入的感测器 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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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讯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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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